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青岛聂磊涉黑案进行二审宣判 不会被告聂磊的上诉 维持一审对聂磊的死刑判决 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合 2010年6月以聂磊为首的重大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被青岛警方摧毁 9月聂磊被抓获归案 法院查明聂磊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组织或参与实施9起故意伤害犯罪 致两人死亡一人重伤 寻衅滋事20起 还组织卖淫开设赌场 强迫交易 以及非法买卖 非法持有枪支等 社会危害性及人生危害性极大